選擇進入倒數階段 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陳時中 那麼繼續他的陸戰行程 要到臺北十二區的廟口 可以講 指導是深藍票倉大安區 在這個場合當中 他特別是要跟在地連結 不只針對當地居民請願給出承諾 同時炮口再次轉向柯政府 直指共機繞臺時 卻還在跟對方辦雙城論壇 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十二區廟口開獎第三站 指導深藍大票倉大安區 一開口當然不忘先跟鄉親拔乾淨 大家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 跟我約員是男生的 早期我在年輕的時候 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都還沒有房子 這邊的印象其實是 在我小時候成長的一個地方 強調跟在地的連結 陳時中甚至親自走到大安區的 市民許願版一一表達承諾 保留臺北市每一棵樹綠化這個城市 森林臺北的證件 希望我們的綠化能夠做得更好 有加速都更的必要 不是公宅可以用公辦都更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的政策裡面大概就是以安全 大概把那個圍繞先把它去掉 那至於在我們的民辦都更 我們把效率提升 那只要規則能夠讓它標準化 要以政策讓選民有感 尤其這把市做好的口號 就是衝著現在的柯市府市政亂糟糟 如果現在大家看到說共機在那邊繞臺 讓我們還要更高 高間搭配要開灰 世界會怎麼看 年輕人住不去代表 我們怎麼樣提供適當的社會住宅 怎麼樣做租金的補貼 讓年輕人在租屋上負擔減輕的 我只要現在市長就在說 說我這樣沒有財富的官僚 所以要送一份桌給我賺錢 這不是要賺錢 不是要財務平衡 社會住宅是一個居住正義的官僚 要以十二萬番的誠意 拜託大家幫忙拉票 城市中一句阿長最西長 就是告訴市民 給出的承諾說得到 他就做得到 介紹李介宇 林世環 台北報導